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公司参加我们今年的唐元团年办 我们就说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沟通一下我们公司去年的一些经营的情况 还有我们今年的我们也就是给大家一起来读报一下 我们2017年我们产生的有效的销售 我们是211台机器就是有效的销售 真正就是有效合同的 211这个很好的数字 所以说也是说创了我们公司开业以来的一个新的记录 所以说我们在公司经营方面 也就是说包着一个大家共享的理念 所以说我们在前不久的那个年终奖的发放 还有一些工资的调薪方面呢 都共享了我们这个去年那个销售的那个成果 这个也是大家各位员工应该的 这个是我们这一年来 几乎是每周或者是每天都在加班得到一个成绩 也是大家各位员工呢 经常是说在晚上八九点钟十来点钟 甚至周六周日都是说不停的在微信里 我都看到很多同事都在讨论一些客户的问题 都是这些大家工作的一些回报 然后还有一个好的消息呢 就是我们去年的销售总的谈数已经超过了九百五十台 就是有效的从公司开业以来 我们过完春节以后很快就可以突破一千台了 所以说公司这边也是在上了一个系列的台阶 所以说这个是可喜可贺 所以说但是呢 就是总的来说呢 我们从公司成立这么多年以来 我们现在从刚开始每年初的机器也是很少 慢慢的到现在为大家认可 但是我们现在在市场上有净千台机器在外面运行 那我们以后还有没有空间 还有没有发展的更大的空间给我们发展 以现在的目前的状况呢 我们还是产品 还是以这个我们单一的产品为准发 所以说我要借这个机会 跟大家再沟通一下这个情况 首先呢 我们大家也看到 我们身处的这个行业呢 我们是电子信息行业 电子信息行业 就是说它一个特点就不断的在待机发展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 马上一两年之内就会实现我们有5G 还有那个互联网的那个产生 所以做作为我们这个线路板行业呢 是这个电子信息工业的载体 这个行业就相当于那个工业社会的钢铁 所以说这个空间在未来的一两年以后 我们还是逐渐能够看得到的 还是比较大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 从我们客户上面的那个角度来说 我们现在的客户 就是说 在我刚刚就看了前年的那个报告 我们在我们线路板的行业里面的 前十大里面 我们目前跟我们有效做成生意的 就只有两家 一个就是建涛 还有一个就是生达 我们线路板行里面的老大哥最大的 四十康 我们现在门子还没报到 我们还没有跟他达成任何交易 所以说我们客户的这个空间 还是有很大的那个空间可以做 大家还是还是可以就这个产品来说 我们就还有很多可以刮掘的那个机会 富士康是什么概念 富士康的 我看了他的产量 他的是第一名 他的第一名就等于后面的二到五名加起来 就是第一 都差不多是等于富士康的这个范围 这个产量 所以说我们就关这个产品来说 还很有空间可以做 第二个呢 我们现在的产品 主要是配套 我们一些国内的一些设备 包括我们一些主要的国内的客户 在国内的泄露板厂 在不断的在往前生根 但是就是我们来看的 前面十大的泄露板厂里面 真正的国内的就是说本土的泄露板厂 只有生达 只有生达 所以说我觉得按照我们国内的电子产业的这个配品来说 我们手机 包括手机这些 其实大家觉得基本上主要的都是在国内生产的 按照我们国内的电子产业的出品呢 跟我们这个 跟我们的国内的本土的建楼板厂的配品呢 其实现在还是不合适的 就是说没有达到合理的范围 我们国内的泄露板厂我觉得正常的配品 应该是说要在前十大的泄露板厂里面 起码要四到五家 我觉得才跟我们中国现在的这个电子产业的这个地位相平配 所以说我们一定的 还有一个方向就是我们一定要抓住我们现有的客户 就是现有的这些我们国内的泄露板厂的这些客户 这些客户肯定会长大的 我们要陪伴着他们 陪着他们一起长大 这个我们紧紧的抓住 我相信有当这些客户 包括我们看到深红啊深蓝啊 包括我们景旺啊这些客户 当他们慢慢的成为整个现有榜场的前十名的时候 我们只要抓住他们的需求 我们自然而然就可以跟着他们一起长大 那这是我们第二个方向 第三个方向就可以跟大家讲 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现有榜行业 电子信息行业 对这个电路的要求是越来越严格 包括以后我们寄这些出来 所以说呢 这个检测技术呢 需求是需要是越来越广泛的 所以说这个大家是务容不利的 所以包括行业空间呢 这些东西 大家这个一定是非常非常有非常有很大的空间可以给大家做的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说关于这些我们有这么大的空间 那我们这个以后的挑战在哪边呢 其实我们这个任何问题都是有两个方面的 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空间的问题 其实不仅我们能够看到 很多人都能看得到 包括其他的很多同行业的人都能看到到这个空间 一两年之后的这个发展 整个销测榜的发展 所以说我们肯定会面临着很多 我们也曾经已经面临着很多 我们做同类产品的跟随 还有甚至是模仿的 我们最早我们做这个产品 我们可以说在业界我们是第一个提出这个概念 做出来做的 我们经过十年的发展 从别人不接受 我们到慢慢的 大家都普遍的在开始接受 既然也有很多人开始模仿 精致跟随 每一次出现一个重大的模仿跟跟随 或者我们当我们上一个台阶的时候 总会出现就会出现一两个模仿 或者什么 我们随时就会尝试 遇到很大的挫折 我们一定要这个事先准备 我们马上在上一千台的时候 估计很快就会又有这个困难出来 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我们碰到这些问题 我们以前都是通过我们的内部管控 我们那个结构的优化 产品的升级 成本的控制慢慢的爬出来 每一次都碰到了很大的挑战 所以说我们在这讲到这个问题 这个首先是第一个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成本的问题 成本控制 所以这也是我今天特意要邀请 供应商过来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我们去年 17年我们可以说碰到 实无全力的这个情况 就是有一点点像一下 这个包括刚刚加压台 包括一些原料 这涨得确实有点大 这个其实看起来 今年还很难说 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控制 所以说带大家 各位供应商 就是说我们今年 去年能够取到这种成绩 也是感谢大家 大家一起管控 大家一起管控这个成本 实际上我们在成本上没有先天的劣势 跟我们的竞争对手来说没有先天的劣势 我们在这个成本控制上面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先发的一个因素 所以说我们通胀了 这个又说是很难管控 但是我们不能说在这个成本上面 先天的劣势 我们先列于我们那个竞争对手 我们就失去了前级 这个肯定就是造成很大的一个被动 作为我们来说 我们有的供应商跟我们也是打交道 从开业开始就开始跟我们合作了 所以说对我们来说 我们应该说很理解我们那些做法 我们只认价格质量 售后服务还有交货期 其他的成本呢 你们产品以外的成本 你们都可以不考虑 这个我们一直也是跟大家 跟各位供应商来 再交一个底 因为之前大家坐在一起 以前我单独也有说过这个问题 不用考虑其他 这样的话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呢 因为现在说 大家都是做生意 都不是很大 产品之外的成本 就说是不好管控的 我们都希望把这些成本 都用到产品上面 我们就是说做一个 比较有竞争力的一个价格出来 就是我们在我们保证 我们今年18年甚至以后 我们至少我们在这个成本上 这个是先天性的一个 就是说先发先天性的一个原则 就是在这个上面 不能失去了我们那个 不要说我不说优势 至少都不能在上面有劣势 大家就说有得尽量 大家要尽量配合一下 这个我们可能18年后 继续会面临这个问题 第三个我们的那个 那个挑战可能会在哪里呢 就是还是技术层面的 技术层面的问题呢 就是一个我们面临就是说 我们刚才说过 我们要紧跟着我们的国内的线路榜场 跟他们一起长大 然后呢这个我们也看到了 我们线路榜的主流 从我入行开始 这个线路榜的主流 从4M到5M 现在是5M到6M 现在后来就是说 现在变成现在3M到4M 以后呢1M到2M 甚至1M以下 对应的产品是什么的 我们当原来我们是一主板 电脑主板为主 到现在的电脑主板 大概就是5、6M 现在是手机板 手机板大概是2、3M 3M到4M手机板 以后的互联网 互联5G和那个互联网 技术发展起来了以后呢 我估计应该是1M到2M 还是可创代设备 我们现在的产品 主要是由3到4M为主 3到4M的线路为主 所以我们现在的产品 主要是对应这个 1M到2M的产品呢 我们的高兴机 我们马上就 我们自主支持产权的 那个高兴机 我们在客户那边 已经试用了十几台 我们这个产品 主要是针对1M到2M的 1M到2M的产品呢 就是针对5G 互联网 还有就是说 如此而采生的 可创代设备 一些软板的一些应用 还有更加高端的 是什么 就是1M以下的 可能0.5M左右的线路 0.5M左右的线路 这个就是说 20就是12微米左右 12微米 这个就是很细的 这种呢 就属于芯片级别的 芯片级别的 那个产品 我们也接受到了 我们在去年跟前 我们接受到 我们那些客户的问询 问我们有没有这种机器 这个我们当我们 这个我们一定现在就开 我们现在还没继续来对应 这个产品 就是我们现在要开始 准备做一些准备 国内的芯片 国有化 这个肯定是趋势 而从现在慢慢的开始 大家国家在大力发展 芯片产业 以芯片为称底的这个基板 这个肯定 以后各家线路盘产 慢慢的都要开始对应 所以我们今年一定要 就开始做这方面的技术储备 就是关于1M以下 0.5M以下0.6M的这种线路 就是芯片级别的 我们已经受到伊利安达的问题 我们也知道 这个那个 那个 那个新生快捷 也有在做芯片的 包括生囊也有在做 我也了解过好几家 都在做芯片 就是芯片的称板 但是现在这个 还是日本和韩国台湾为主 以后这个方面 也会慢慢的往国内 增长 所以我们也要扎紧 做这一方面的那个储备 技术上的储备 另外一个层面来说 技术上的一些挑战 是在哪里的 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 还有那个无人工厂 工业4.0方面的这个挑战 这个方面的 大家也已经看到 我们有好几家客户 都在尝试 这个是也是我们 本土线路榜场 发展那个方向 我们在这个方面的 也做了很多 很多的一些 客户的配合 包括我们今天还有一位同事 在工厂 在江西的工厂里面 帮客户做4.0的连接 到现在都还不能回家出来 过来再吃吃年饭 都没有时间 所以关于这种 关于这个方面来说 我们一定要再抓住 这个发展 这是发展新的机遇 这个我们在这种 无人工厂 跟4.0的这个方面 我们不求大 我们当时一定要做结实 我们一定要在这个 新的业态里面 要找到我们自己的位置 我们不希望 大家做得很结实 现在各个 4.0的 包括线路榜场 4.0的这个发展方向 现在都还没有确定 大家都在摸索 这个时候 我们就是说 要尽力一下大家 去配合各种方向的摸索 不知道哪一种方案 是最优方案 不知道哪一种方法 会是最好的方案 我们都尽量配合 都要去配合做 这个是我们的将来 就是说 可能某种方案 某种 某种 的 线路榜场 会对我们现有的 机器的销售 可能会产生一些 妨碍 或者是 审害 我们也要去配合 我们也要去做 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方面 要取得自己的位置 在这新的业态里面 关于这个AOI 这块检测 以后可能会怎么发展的 我跟 我们跟梁正呢 我跟他也深入探讨过这个问题 这个以后可能会跟 现在的业势 可能完全不同的 可能完全不同 我们在这个方面 你要做够我们的技术准备 做够我们的技术准备 以后的发展 要做好各个方向的准备 各种各样的准备 所以说 总的来说呢 我们 以后我们来看的 这个18年呢 我们这种 机会啊 跟挑战啊 都是很多 关键的说 我们要做好自己的准备 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一边 我们才能立足于 在这个业界的 这个发展呢 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一个姿态 所以说 今年啊 我们总的来说 取得这个上了一个台阶 就是说我们 要再更加努力 我们有可能也会碰到啊 其他的一些困难啊 包括现在 我们明显看到 三秒到四秒 这个线路 为主的主机板 其实我们也感觉得到 手机的发展呢 节已经快到极致了啊 马上就面临的更新换代 甚至有可能5G的产品啊 或者物联网这方面的发展呢 我们可能会是一个新的方向 就跟原来手机板要替代电脑主板为主一样啊 所以说我们在18年 就我们一起努力 好吧 我们争取一个好的结果 在这里呢 我们马上就春节都到了 我们再祝大家一起 青春快乐 何家幸福 好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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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